低欲望社会的年轻人,不婚不遇,不治产 尽心和冲劲逐渐的被磨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反正我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我连养活自己都够呛,更别提养活老婆孩子了 还是一个人过吧 不少年轻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类似这样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心态 形成了一股独特的丧文化丝绸 您一定听说过佛系青年,格优堂,肥宅等网络流行语 这些也正是丧文化的表现 不过呢,这些现象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 听过咱们之前讲的下流社会这本书的朋友们都知道 下流化的趋势也早已在日本年轻人之中升行 什么是下流化呢?下流化啊,简单来说 指的是人的生活技能和热情 以及工作意愿和消费欲望等急剧下降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炎一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提出了低欲望社会这个概念 用来形容目前日本社会的现状 那么什么是低欲望社会呢? 它表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最突出的一点是 年轻人丧失了工作上的进取心和生活上的热情 对什么都无所谓 既不想拼命挣钱也没有了消费的欲望 主张不婚不育不治缠 对于这种现象 有人甚至调侃说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DNA发生变异了 这倒是和我们印象中的日本人很不一样 一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日本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 战后的日本从一个衰落的战败国迅速发展成世界强国 这与日本人的不断进取是分不开的 而如今这一优良传统似乎正在消失 在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当中 最流行的生活方式就是穷冲 也就是穷且充实的意思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金钱和出人头地而辛苦工作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依然能够心安理得得过且过的生活 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日本产业能力大学2016年的调查 新晋公司的员工里定下想当总经理目标的 只占9.5%至10%的比例 想当部长的比例为21.1% 想当科长的比例为10.7% 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是想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想当了 他还有拼搏的动力吗 除了工作没有上进心之外 日本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也下降了 这可能是热爱舵手 宁愿刷爆信用卡 也要超前消费的 我们更不能理解的 就拿买房来说 目前中国四大银行 在一线城市的房贷年利率为5%左右 而日本是多少呢 1% 大家没听错啊 是1% 那么这么低的贷款利率 是不是让日本人为买房挤破脑袋了呢 情况刚好相反 有买房意愿的人是越来越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日本人不会炒房吗 当然不是 日本人炒房的时候啊 咱们的房地产还没起步呢 但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想的是 只要有房住 管他是买的还是租的 只要不让自己活得太累就OK 所以就没什么年轻人想买房了 除了消费欲望下降之外 在社会统计数据上 低欲望社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人口减少 老龄化严重 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年纪大一点的小伙伴啊 应该都听说过一句口号 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这是基层组织当年啊 为落实我国基本国策之一的计划 声誉而推行的配套宣传语 这一口号大伙 现在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因为从2016年元月1号起 咱们国家已全面开放了二胎政策 而这一政策转变的原因在于 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如果不及时扭转 我们将会步日本的后尘 这对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相比之下啊 在现在的日本的人口减少的矛盾 可以说是更加突出 据统计2010年 日本人口呢在达到峰值1亿2806万之后 开始走向减少 预计到2048年 总人口将减少到1亿 特别是15岁到64岁的劳动人口 将会存在巨大缺口 往后即使再过三四十年啊 也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有人可能会说 人口减少不是好事吗 人少了坐地铁坐公交车都不会拥挤了 路上也不会堵车了 从这个角度看啊 确实有好处 但是大家别忘了 社会财富是人创造的 人少了 创造的财富也会减少 而且整个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大系统 人减少了 我们将面临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风险 事实上啊 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在1999年 创下6793万的记录之后 一直呈递减趋势 而由高龄者 儿童和家庭主妇等构成的非劳动力数量 在2013年则超过了4500万人 目前还在持续增加 如何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劳动力数量 是日本政府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咱们再讲老后破产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了 安倍政府在2018年提出打算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 打造一个永不退休的日本社会 除了人口减少 老龄化是日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我们常说人生70古来西 但是一个人胡闹70岁 在日本根本就不算个事 据媒体报道 日本人的预期寿命达到了84岁 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谁不希望多活几年呢 日本人预期寿命延长 对个人而言是好事 但对日本社会而言却带来了很多问题 比如老人没有收入 由谁来供养呢 失去了自理能力的老人又有谁来照顾呢 还有的人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 不得不辞职在家 由此带来收入的减少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个人和家庭都苦不堪言 而且整体来看啊 老年人的增多呢 也造成了社会活力的下降和劳动力的减少 其实如果只是高龄老人的增加 那也不算什么严重的危机 因为还有新生一代在不断成长 但要命的是 日本社会除了老龄化现象以外 还出现了晚婚和少子的现象 在现在的日本啊 女性掌握着结婚与否的决定权 她们不愿意迁就没钱的男人 更不愿意裸婚 在这种情况下呢 日本男人只能拼命的存钱 拼命的节俭 为结婚做准备 直到达到条件为止 于是不断推迟着结婚年龄 现在日本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啊 已经达到了34岁 即使结婚了 也有不少人主张丁克 另外 由于日本法律不认可非婚生子女 许多打定主意不结婚的情侣 往往不会要小孩 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少子化 人口减少 超高龄化和少子化 这些都是日本低欲望社会 在人口方面的明显特征 但是人口问题的解决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想要更快和更有效率的降低 低欲望社会的程度 还是得首先刺激消费 增强民众的消费欲望 咱们刚才说到 日本年轻人没有了拼命工作的热情 也丧失了消费购物的欲望 那么老年人又如何呢 作为在日本社会所占比例 不断上升的一个人群 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 也有很大影响 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相比不愿积极奋斗的年轻人 老年人在表面上显得更加活力满满 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如果您去了日本 就会惊讶地发现 开出租车的司机 便利店的收银员 餐厅的适应生 几乎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咱们在老后破产这本书中 曾经讲过几位 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 只能艰难度日的悲惨故事 但从整体上看 日本老人并不穷 至少与日本年轻人相比 他们算是有钱的 大多数国民财富 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咱们可以来看这样一组数据 根据统计 50岁以上的日本人 所掌握的金融资产 占全部份额的84% 60岁以上的日本人 所掌握的金融资产 占全部的63% 但是这些老年人 即使手里有钱 也还是不愿消费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没有安全感 这些老人啊 都曾经是泡沫 经济破碎的亲历者和受害者 他们明白 把钱攥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 而且最近几年 随着退休年龄延长 社保的个人负担额增加 国民养老金面临崩溃 说到底啊 日本政府是靠不住了 那么靠子女养老行不行呢 子女养活自己都困难 不做啃老族已经是万幸了 就算子女有钱 老人看着孩子们负担那么重 也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们呀 现实由不得他们不警惕 所以有较多积蓄的老人们 也还是省吃俭用 防止人活着钱没了 这些都是低欲望的表现 听到这里 可能大家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低欲望社会呢 这就要说到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了 大家都知道 日本在二战之后啊 经济建设曾经发展的相当迅猛 咱们简单说几个事实 您就明白了 比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日本只用了几年时间 就连续赶超了意大利 法国 英国和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 再比如说 在经济好的时候 日本人财大气粗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收购 买下了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 洛克菲勒中心 和美国人最为骄傲的产业 好莱坞影片公司 扣牛气吧 然而好景不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日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日本经济进入了下降通道 房市和股市长期低迷 日本人的财富也大幅缩水 这一时期被媒体称为 失去的二十年 现在日本社会的中流砥柱啊 也就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们 儿时目睹了父辈享受 泡沫经济带来的好处 但随着他们慢慢长大 却遇上了失去的二十年 看到富辈们为了还房贷而努力工作 太辛苦了 为了买房子 值得这么拼命吗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会这样想 而这一代人长大以后 日本的经济形势仍然没有明显的好转 到处是破产的企业 到处是失业的人 无论他们怎么努力 也无法获得升迁 即使少数人得到了升迁 也只是加量不加价 工作量增加 工资原地他步 是啊 公司不赚钱 谁给你加工资啊 升职了还要多干活 这也就是咱们之前 在穷忙足这本书中 讲到的穷忙现象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 日本民众选择穷冲 也可以说是乐得自在 既然谁也不能保证 明天自己的饭碗还没丢 谁也不知道股市楼市 明天会不会继续下跌 还不如当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只顾眼前快乐 不做长远打算 还是喝点小酒 明天再说吧 所以和老年人觉得 生活没有保障一样 未来的不确定性 让年轻人也没有了安全感 于是就像DNA 发生了变异一样 他们不愿意贷款买房 不愿意结婚生子 不想承担任何的风险和责任 总结起来 那就是现在的日本人 陷入到了低欲望的困境之中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失去的 20年期间的低迷经济导致的 但它反过来 使日本的经济形势 变得更加恶劣 面对这一现状 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这些措施会有成效吗 没有成效的安倍经济学 面对持续下行的经济现状 安倍政府想了很多办法 采取了多项措施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在第二次执政后呢 安倍政府推出了28万亿日元的 经济刺激计划 试图盘活日本经济 但是本书作者大前年一却认为 安倍经济学是病急乱投医 根本没有对症下药 即使投出再多的钱 都无法被低欲望的社会所吸收 其实安倍政府也很冤枉 近些年呢 由政府主导投资 拉动经济的做法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很流行 效果还都不错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 效果更加明显 比如2008年 中国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 经济刺激计划 直接导致了中国的GDP 连续几年以两位数增长 为什么同样的思路 放到日本就行不通了呢 咱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 安倍经济学的第一只见 是一次元货比宽松政策 简单来说 就是安倍政府通过央行 回收国债的方式 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可能有的小伙伴 听得满脸问号啊 别急 咱们来科普一下相关常识 所谓国债啊 按字面意思呢 就是国家借的债 一般情况下 政府都是通过央行 投放货市回收国债的方式 来调节货币流动性 如果央行投放国债 就用国债置换了老百姓手里的钱 而如果央行回收国债 就把钱还给了老百姓 这样市场上的钱就多了 而国债呢 就流转到央行手里 安倍政府近几年 通过央行回收国债的方式 向市场投放了很多货币 通常情况下啊 市场上的钱多了 大家就可以去投资去消费 这样市场就活起来了 但日本目前的情况是 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了 就连有野兽出没的荒野山区里 都修建了宽敞的马路 更别说城市里了 您说还能投资到哪里呢 而货币过多的直接后果就是 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也就是钱不值钱了 以前大白菜啊 两毛钱一斤 而现在是两块钱一斤 并不是白菜变得更有价值了 而是我们手里的钱不值钱了 所以作者大前言一特别警告安倍政府 当心货币贬值导致国债过度贬值 因为国债啊 也是通过货币来定价的 货币贬值了 国债当然要贬值 如果国债一钱不值了 国家也就破产了 所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 一次元货币宽松政策 存在着狼眉套到孩子却被吃了的风险 咱们再来看第二件灵活的财政政策 这个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这一项是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难啊 因为政府手里没钱了 安倍政府具体是怎么实施 它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呢 为了防止国债暴低 从2014年4月起 安倍政府将70至74岁老人医疗费的个人负担比例 从10%上调到了20% 但这只是杯水彻薪 据测算啊 只有将消费税从8%提高到10% 才能维持收支平衡 但消费税的提高 无疑给刚刚有点起色的消费市场 浇了一盆冷水 所以这一计划不断推迟 最后决定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进行 以免对消费市场造成大的伤害 真是左也难右也难 灵活的财政政策最终不幸成为了一句空话 安倍经济政策的第三支件 是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这条政策听起来啊 还有点接地气 让老百姓把钱拿出来投资 从而拉动经济 在这解释一下啊 咱们之前讲了 穷忙足 女性贫困 老后破产等现象 许多听众可能会认为 日本普通民众都很穷 这宁可就想错了 日本贫穷的个体不少 但从整体上看 日本国民个人金融资产加起来 达到了1700万亿日元 说一句 藏富于民也不为过 但问题是 整个社会都是一团死水 投啥项目能赚钱呢 因此 老百姓宁愿把钱存进银行 哪怕利息低一点 或者不要利息都行 总比亏钱强啊 所谓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 也只是喊喊口号 没啥实际效果 所以啊 被许多人吹捧的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也不过如此 至于其他政策呢 就更不用提了 实施之后 日本经济还是没什么起色 那么安倍政府 为什么不能实施 有效的经济政策呢 这一切和安倍政府的 治国思维有很大关系 因为安倍政府 充当的是微管理的角色 也就是着眼于细节和小事 而不是从宏观的层面 进行有效的调控 总之 作者大前言一认为 安倍政府有点不分事情巨细 胡子没帽一把抓 而且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根本没有抓住 低欲望社会的本质 采取有效的措施 解开这个死结 有些听众可能会说了 你大前言一 是不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呢 你行你上啊 不行就别瞎说 您还别说啊 他还真提出了一些对策 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 他都提出了一些 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解救低欲望社会的对策 大前言一认为 为了改变日本经济 负增长的状态 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首先需要实行的 反倒是政治体制改革 要变大政府为小政府 现在的执政党 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 机构臃肿 办事效率低下 维持其运行 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 而小政府 更能实行财政均衡制度 像美国 德国等欧美国家那样 给予地方政府 更多的自治权 这样更能发挥 全体国民 自主努力的精神 另外呢 还需要改变 地方议员的选举制度 降低议员的待遇 像欧美国家一样 逐步实现 议员无报酬制 这样就可以大幅 缩减政府开支 把好钢 用在刀刃上 把这钱 花在能够产生 效益的地方 有了小儿精干的政府带领 办事效率高了 老百姓 当然也会信心爆棚 在经济方面 大钱研一认为 把个人金融资产盘活 提高投资积极性的最好办法 就是创造好的投资项目 据统计 咱们前面也说到了 日本个人手中的金融资产 高达1700万亿日元 实际市场上并不是缺钱 缺的是花钱的信心和热情 而这正是日本政府 应该给予老百姓了 对此 大钱研一提出了 都心大规模开发方案的建议 都心也就是大都市中心的意思 有人也许会问 这大都市中心不早就建设完了吗 还能大规模开发吗 这得从建筑容积率说起 所谓建筑容积率 也就是建筑面积 与用地面积的比率 一般来说容积率越大 建筑群就越密集 空间就显得狭小 所以一般国家 都会对容积率做出规定 要求容积率不超过一定的标准 而日本对容积率规定的特别严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还有提高的空间 比如说原来的三层楼 可以通过改造加到六层楼 这样一来 单位面积上的建筑效率 就提高了大规模开发 也就有了可能 咱们一般人买房 都是愿意买市中心的房子 为什么呢 住在市中心 上班在路上花的时间少 还有购物 看病娱乐等等都方便 原本已经没有房源的市中心 如果又开发很多房子 价格自然也会下降 您说人们是不是会增加购房意愿呢 这样个人手中的钱 就会拿出来花了 而房地产的开发 自然也会拉动 其他一些行业的复苏 比如家电 家具 运输 劳务市场等等 所以整个市场就活起来了 咱们前面还提到过 日本人口减少的现象 针对这一现状 大前言一提出 可以建立新的移民体系 日本政府目前的移民政策 是偏保守的 很多爱国者担心移民多了 将会对现有的秩序造成破坏 但从世界范围来看 人口国际流动 接受移民是大势所趋 比如美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 都是对移民认可度较高的国家 包括我们中国 也在慢慢的接受这一趋势 建立新的移民体系 可以分三步走 第一步 是每年从世界各地 引进一千名左右的优秀人才 来打造附加值较高的国际舞台 像美国的硅谷一样 第二步 是每年从世界各地 引进十万人左右 拥有专业资格的人才 比如医师 护士 律师 工程师等 第三步 是每年引进三十万名 普通劳动者 并对他们发放日本律卡 以此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除了以上方案以外 大前言一 还在税制改革 农业改革 教育改革等方面 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比如改所得税为资产税 减少普通大学的数量 增加职业教育等等 用来解决日本低欲望社会的一些突出问题 好了 说到这里 今天这本低欲望社会 就为您解读完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这书中所讲到的问题 似曾相识 是的 咱们中国与日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日本与中国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都陶醉于泡沫经济 而不能自爬 只是日本的泡沫已经破灭 而中国还在泡沫中沉沦 而且中国和日本一样 都存在老龄化问题 我们是未富先老 还要面对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现象 应该说 未来我们需要面对的困难更多 前车之父 后车之剑 从日本的低欲望社会 我们可以吸取教训 借鉴经验 未雨绸缪 好了 低欲望社会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车之后